一方 出行審託時間共為三十分鐘 院長是不是請一下我們行政院毛院長 還有國防部長退伍會主委 好 院長好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就是說 我們今年是敵日抗戰七十週年紀念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比較重大的活動 特別我提的是閱兵 因為中共是準備要大規模的舉辦閱兵 還有其他的慶祝活動 那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的話 或是做得很有限的話 那我們就等於是失去的對於抗戰這一段非常寶貴重要的歷史的 這個權勢的這樣一個權利 那我不知道 這個院長有什麼看法沒有 是我想抗戰七十週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 所以對這件事情我們在行政院這邊 我們是指定單位在籌辦一個大型的國際研討會 把國際間研究二次大戰史 以及特別是東亞這邊的戰爭的這些權威專家 這個一起來開會 我們最主要就是針對抗戰的這個史實 我們一定要把它有一個完整 而且正確的一個呈現 我想這個工作我們的規格定得很高 我們希望就是說 利用這個七十週年的機會 把這樣一個事情把它一次講清楚 對 謝謝院長 我為什麼這個認為要擴大辦理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要彰顯這個抗戰 跟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 目前這個所在的台灣還有澎湖的關係 因為沒有對對抗戰就不會 蔣介石先生就不可能參加開頭會議 那這個蔣委員長不參加開頭會議的話 當然就不可能有那個戰後 要把台灣跟這個澎湖歸還中華民國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要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我當時我是建議說我們應該辦一個閱兵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高部長 目前有沒有這個閱兵這樣的一個活動 跟委員報告我們配合行政院 對抗戰七十週年的一些活動 我們國防部也有規劃都在行政院指導下都做了 有關您講到這個閱兵也好 我們國防部在整個的今年度的戰兵性規劃中 有排了一個戰力展示 本來就有做這件事情 也今年又適逢抗戰七十週年 也為了全民國防的教育 所以我們有這個活動 跟委員報告 你知道部長我有一個感覺 我們馬政府做事情 因為你知道國防是歸於馬總統管 這個有時候就是比較扭扭捏捏 為什麼不就乾脆就講好就是閱兵嗎 但是我想這個決定權不在你了 我就請教一下那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安排本來就安排在七月 七月份左右 我認為七月是對的 因為抗戰的這個紀念日是七月七號 那這個中共是打算在九月間 九月十月他們要辦一個大規模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閱兵 如果我們時間靠太近 其實我認為不見得是很好 那我們是針對對抗戰的紀念 我覺得沒有比七月七日更適當的 那我請教一下那地點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原則上考量的是湖口 湖口基地 是因為科文者不可預測是吧 不是 因為湖口基地在我們營區裡面 而且它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原來我們叫做國家閱兵場 那邊有一個很很大的一個場地 對你剛用那個字很大 所以我希望這次辦的規模也不要太小吧 有相當的規模 會比這個一百年的這個國防展演規模 會一樣嗎還是更大 不會小過它 不會小過它 那總統到不到呢 我們會安排請總統來主持 請問一下這個 因為這是抗戰嘛 所以抗戰的老兵現在還剩多少 主委你記得嗎 主委我們推估大概有兩萬九千多人 就是目前在台灣呢 抗戰的老兵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曾經這個走過抗戰歲月的 全世界的這種重要的戰爭的紀念日 不管是辦閱兵 還是其他的武力的展示 都是會有參加戰役的老兵 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我們現在走募兵制 募兵制那就是我們要讓軍人受到尊重 受到尊敬 因為這場戰爭太重要了 那我覺得 部長 你跟主委兩個人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合作 把這個兩萬多個老兵 將近三萬人的這個老兵 你們該不該 約盡量的邀請一些來參加 而且讓他們走在隊伍最前面 如果他們走不動 願意做輪椅 我們就推著輪椅 讓他走在隊伍最前面 我認為這是一種尊敬啊 不是這樣嗎 可不可以做得到 委員的建議我們有在規劃 有 好 謝謝 我第二個要這個 質詢的一個東西啊 是因為跟募兵制有關 募兵制其實是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支持 我現在不要用反對 我說沒有支持 原因是因為全世界走募兵制的國家 人口都比我們多很多 英國現在維持部隊的規模 大概跟我們差不多就十五萬人 昨天英國的駐台灣的駐中華民國代表 他看我 我還給他談了一件事 我說你英國人口是台灣的多少 他說是三倍 他的人口是我們的三倍 他只能夠維持十五萬人的 這樣的一個規模的軍隊 我們是不到 我們的人口兩千三百萬 也要維持十五萬人到十七萬人的軍隊 是很辛苦的啦 是很辛苦的 我很同情這個部長 那我要給你看一下 為什麼要談這個 就是說 募兵制要做成功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希望 這個借退的志願的義的士兵 他願意繼續服役 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一百零二年 那個 國軍 全體的國軍 借退了一萬兩千七百四十三人 願意繼續留下來 服役的五千七百八十四人 高達百分之四十五點四 其實這還算有點低了 可是你看 所謂的戰鬥部隊 陸軍裝甲兵 這比較辛苦的兵種 只有百分之三十點八 願意留下來繼續當捐人 陸軍步兵 甚至只有二十七點四 那這個數字後來有改善了 所以我們看到一百零三年到十月底 陸軍裝甲兵 就增加到四十九 百分之四十九 陸軍步兵百分之四十二 但是部長 這只到十月底 我還沒有拿到到 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底的數字 那個數字拿出來 我在想 甚至可能更低 甚至可能更低 不管怎麼樣 這個可以看得出 為什麼 這個戰鬥部隊 流引的人數比較少 因為戰鬥部隊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一直在推薦事情 我想院長在這裡 也特別需要你幫忙 我們為什麼一直在推這個事 就是說 希望戰鬥部隊要加擊 這在很多外國都有這種情形 這個事情已經在處理 對 那我用了一個叫做 怪異的戰鬥部隊加擊方案 為什麼叫很怪異 這個任市長 這個 不好意思好像沒地方 你要站我旁邊也可以啊 要不要 It's okay 好 這跟任市長是有關係 我是替國防部講話 我覺得你們這個方案 用怪異這兩個字 沒有什麼不敬啊 就是告訴您 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你們這樣做 你看 你們現在的方案裡面是 只發士兵跟士官 軍官不發 因為這樣子可以省三億 可是你知道 這樣一個結果發生什麼現象 軍官領的錢 比士官都還要少 你這樣的結果 稍微排長 一個月領四萬九千四百一十五塊錢 中市班長可以領到五萬零四百零五塊錢 同樣的中衛副連長 每個月領的金額也低於上市的班長 我覺得怪異啦 我如果這樣子沒有辦法 有效的執行 所謂的這個領導統譽啦 這個職位小的職位低的 你的錢比職位高的還多 這個不太好了 第二個呢 已經領特殊勤務加急者不發 這裡面譬如說陸軍的空降兵啊 包括潛艦戰略海軍艦艇兵 他們本來就有特殊的勤務加急 你們就為了省錢 人事長當然是你的幕僚 我不相信你是那麼刻薄的人啊 以我對你的了解啦 你們就安利盡理的特殊勤務加急 所有不發 這個不對你知道 我們今天給人家多少 你不能把人家拿走 不要輕易把他拿走 那我們這次選舉選得很辛苦的 年重慰問金不就這樣嗎 人家在手上 你全部把人家拿走 減少一點不要急 你全部把人家收回去 這人家當然要大反彈嘛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說好 戰鬥部隊加急 那你們這些部隊已經領了特殊勤務加急 那我就不給 那我告訴你 為了願意去加入空降兵 潛艦這個海軍艦艇兵的難數 又開始會掉下來 不好啦 好不好 這個募兵制 這麼多的錢都要投下去了 不要省這點小錢 人事長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更仔細的研究 那這個您今天所提出來的這些理由 其實都非常的合理 因為我一向是很合理的人嘛 對 我們會跟國王部再進一步 好不好 這個部分還有跟委員報告 院長已經責成人事總處要儘快 好 那在這個部分還有一點要跟這個委員報告的 就是有些戰鬥部隊裡面還有氣的部分 好 譬如說哪一些可以領哪些不可以領 我們還會再談 那這個方向我們來研究 好 因為現在向募兵制所有的壓力喔 在部長跟主委身上 是 所以他們兩個的壓力非常的大 我們要幫他們的忙 譬如說你的第一項 你每年省個三億 可是你讓這個部隊沒有辦法募到足夠 而且理想的這樣一個人數 那募兵制都做不下去了嘛 這個是馬總統的政見啦 不是我的政見啦 他的政見 可是你們今天這個政府整個行政團隊的一份子 你們有義務要讓這個政見能夠得到這個旅行 可以得到實現啦 好不好 我覺得我建議人事長 我建議院長就是說 讓這個國防部長 讓退委會的主委 多一點點說話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然後你們多聽一下他們的意見 因為他們是真正當家做主 尤其是國防部長 壓力真的大得不得了 好不好 拜託一下 國防部長已經兩三次跟我討論過了 對 因為他們沒有說服你嘛 是 所以我知道替他們說服你 他們大概覺得說我跟你交情比較好嘛 好不好 拜託一下 那謝謝 我可不可以請你們四位就座 讓你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謝謝 院長你也就座吧 沒有關係 可以可以 真的啊 沒有問題 你的體力越來越好 那我可不可以請 主席 我可不可以請客委會主委好不好 院長 客委會 客委會主委 劉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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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紀念的日子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我們以衛戰爭 以衛戰爭多少年你知道嗎 120多年 對啊 所以以衛戰爭比中日抗戰 這個對日抗戰還要早 而且這個你是客委會主委 你知道這場戰爭 基本上就是客家人在進行的戰爭 抗日的戰爭 以人數的比例來講 整個對日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 以人口比例來講 族群的比例來講 史最多的是原住民 可是以人口的總數來講 史最多的是客家人 你看這邊 這有很多資料是日本人的這個資料 你看我們隨便講個客家一名 在桃園平鎮大溪 胡阿錦黃聖娘 一聽就知道這是女孩子 因為這個有女軍 是太平天國女軍 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 所以世界上最早有女兵的 什麼Amazon那個女戰士不談 是太平天國女兵 所以客家女人是很強悍的 你們有娶客家太太 不要隨便欺負 讓日軍疲以奔命 日軍尤其對於客家婦女 哪槍追趕拜討的日軍的情況 更是印象深刻 這次講的是平鎮大溪 現在講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你的吳湯興啊 徐湘啊 江少祖 江少祖幾乎整個家族 都是為了抗日 非常有錢的家族 都幾乎 家破人亡 這個三個人都是栗戰之始 所以叫做竹苗三秀才 就指了他們三個人 我們再看底下 南部客家這個六堆的抗日 你知道為什麼叫火燒莊嗎 我要考一下主委 沒有故意要考你啦 你知道為什麼叫火燒莊 火燒莊在哪裡你曉不曉得 在平鎮的長之鄉 對對對 那你知道為什麼叫火燒莊嗎 因為說火燒莊 火燒莊齁 因為日本人那地方抗日太厲害了 所以日本人非常的懷恨 日本人進來要把整個村莊放火 全部燒掉 所以叫火燒莊 我們兩個都是六堆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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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客家的義軍 這個高達一萬兩千人 這個參戰 是宜衛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 加東這個布月樓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這個 後面還沒有圖片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主委 你打算怎麼樣來紀念 這麼重要的這個乙味戰爭 這客家先遣為了保護台灣這片國土 死傷累累啊 死了這麼多的人 你要打算怎麼紀念它 向委員報告 就目前我們的規劃的情況 情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在南部的六堆地區啊 我們已經請這個 屏東縣的長治鄉公所 還有長青國小 來做這個火燒莊 這個秋鳳陽事件的這個紀念的活動 這是在南部六堆的地區 同時呢 我們也請這個 六堆的忠義詞 來融入這樣的一個 一位戰爭 紀念先賢的一個活動 所以會出專輯嗎 你們 你要開會嗎 還是只有辦活動 以辦活動為主 因為我們過去有針對1895 做過一個拍攝過的 科委會那是以前啦 是吧 也辦過這個學術研討會 你對這些戰爭 應該要耳熟農響 你到每個地方去 你應該告訴他們一下 是的 我們是一個非常不喜歡研究歷史的民主 所以常常會讓人家瞧不起我們 人家對我們的很多的戰爭 很多的戰爭的歷史 遼落執掌 外國人 我們自己常常反而忘記 這麼多的先賢先烈 為了這塊土地 留下鮮血 我們不如隨便忘掉他們 歷史不應該忘掉他們 可是歷史要透過 我們人才能夠 讓這個歷史有意義啦 好不好 所以主委你要這個 你規劃的活動 內容給我一份 是的 好不好 我又下次 每次都要質詢你一些 客家的歷史 好不好 謝謝 感謝你 主席我請客會 我們劉主委回座 好不好 我底下想請教這個南海問題 所以 主席我可不可以請這個 我們經濟部長跟海巡署署長 還有這個 就他們兩位 因為 站不下來那麼多人 你們兩位來請 我就 為了節省時間 我就先說我的看法 這個南海的競爭 只會越來越激烈 只會越來越嚴重 現在各國都是在 魔掌 這個 這個 插組 在準備 未來可能爆發的 這樣一個 戰爭 魔權插掌 那我記得 我副署長 那署長你在當副署長的時候 曾經陪我刀過太平島 我們就講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那次要去 是因為 越南的公務船 進入我們的水域 而且還對空鳴槍 給我們的小M8艇 插身而過對空鳴槍 在我們的水域 所以我非常生氣 剛好我當招委說 我要求你們 我們要去看一看這樣子 那時候我告訴你們 我們在太平島要守多大海域 你們告訴我要守太平島周遭六千公尺 我在問你們 你們的火炮的口徑 那個射擊的範圍可到哪裡 說只到三千公尺 我講的沒有錯吧 署長 所以那時候我特別請教你說 你們希望有什麼樣的武器 攜帶方便 保養容易 而且可以涵蓋至少六千公尺的 你說的是這個破炮要兩棟 還有加上四零氣炮 對不對 後來我堅持回來 我就寫了這個提案 我自己要求同仁簽署 就把它通過了 八門炮搬過去了 你們可以告訴我一件事 不好意思 自從這八門炮 部署在太平島之後 越南的公務船 還有沒有進入過我們的水域 不管六千公尺還是三千公尺 報告委員從來沒有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嘛 陳水扁總統在太平島建機場 我也讚美他 我覺得所謂自己的國土 是人人有責 不管誰做了 只要做對的事 對國土和保衛有幫助 我們都應該讚美他 那我現在要給大家看幾個圖片 看人家怎麼經營 這中共的這個主幣礁 這最新的照片是2月22日 我拿下來的 那個白色的部分就是在施工 中共正在施工 由小由無便有 由小便大 所以它越來越大 下面這個還有一個 他們在天海 這個是美濟礁 這個白色的地方也是他在 不住在天土 從很遠的地方用土來在那邊天 所以這未來大概這一整個都變成一個島了 還有這個是永俗礁 最長的邊線已經超過2000公尺了 所以未來這個戰機的下降 大概都會 都有可能至少運輸機都可以下來 我還看了一個資料 這個越南在景洪島 距離太平島大概30海里 這個書長應該很清楚 它在那邊天海造地 一年內 讓這個小小的膠盤擴建了4倍 現在已經有130個籃球場這麼大 在景洪島 所以未來大型的船艦也可以停泊 我們要觸目驚心 看到他們這樣在營造 他們有了還把炮都搬上去了 像越南 把這個野戰炮都搬上去 戰車也都搬上去都有 那我現在就是要 也要讚美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太平島的 碼頭的工程的現況 你不要擔心 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高校秘書長昨天已經答應我 這些照片公布不算洩密 所以他不會處罰你們 你看沒有一棵椰子樹 你上次陪我 我後來自己去了一趟 就在這一帶上船 上那個艇 所以你看沒有一棵椰子樹 在施工的時候受傷 結果把這個工程做得這麼順利 這個 這個 毛院長你應該也覺得很高興 你也幫了忙 而且這個 我們的這個 國道興建工程局 國工局的施工 國工局 這個交通部長 這個 部長你在哪裡 沒看到你 喔部長 因為站不下 本來也要讚美你 這個施工做得非常好 海巡署 幫忙 一路上的這種借附 讓他們這些工程可以順利的進行 國防部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這工程都超前了 進度超前了 怎麼很多的工程在國內 都是 都是這個 這個 援後完成 可是到了外面 離開了台灣本島就很順利 不知道是為什麼 我也搞不清楚 年底就可以完成了 這整個碼頭 未來這個巡防艦 三千噸的都會停在那裡 你們海巡署的這個 這個船 幾千噸也可以停在那個地方 這對整個未來太平島的 這樣的一個安全 國土的仿佛幫助非常的大 我是覺得應該要讚美 你知道這個年頭當官很可憐 官不聊生 做錯事被罵 做對事沒有人讚美 所以我今天 要讚美交通部 可是你要站我旁邊可以 那邊沒有位子給你站 這個你們在工程局應該要 要被讚美 他們非常的辛苦 你知道那邊熱到什麼程度 我跟他們談話 我質詢的東西 都要親自問過當事者 否則我不質詢的 他們穿的膠鞋都脫膠 太熱那天要非常熱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大部分也都沒去過了 非常非常熱 所以海巡署人員非常辛苦 交通部的相關的人員非常辛苦 這樣的一個成就 院長 該加強一下吧 至少每個人發一個 完工的時候 完工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 非常重的這個獎賞 書長 我還是對你們不錯了 底下角色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經濟部 請教我們部長 你知道這個 中友已經去那個地方探探過了 那個錢 還是我硬要來了 跟匡務局 請他們便應酸要來了 這個毛院長也幫了嗎 那去探看 我如果是初步的探看 我們投資這麼多 要守住太平島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那邊 院長著大量的天然資源 越南都挖出石油了 馬來西亞也有挖到 中共也有 也在加緊探勘 我們沒有理由 不做這種動作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 跟國人解釋說 為什麼花那麼多的錢 守這個小島 除了有戰略的意涵 外交的戰略意涵以外 那我現在要請教的就是說 這個跟經濟部有關的 就是那個探看的那個時間 是不是可以答應原廠 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在上面探看未來 你知道這有一定的時間的限制 而不是說中油可以 每天都在那個地方探看的 我不知道這個 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幫委員我不太清楚 他現在 他這樣子啦 中油公司在2010年 2010年向經濟部提出 在南海太平島 集體周圍100海里海域 設定石雨天然氣探看權之申請 你們給了 但是期限到今年4月為止 也就是說你經濟部如果不同意 他到今年到下一個月 他就不能夠再到那個地方去進行探勘 尤其的探勘 所以你們經濟部部長請教你 決不決定讓他們原廠 我想這個礦權的問題 我回去報委員 我想資源就像您說的 資源的取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朝著正面的方向來思考 我再給您答覆好不好 對 原則上沒有理由反對的 你知道嗎 部長 當政務官講話要有點氣派 你現在找不出理由可以反對 原廠這個不會增加納稅的一毛錢 可是會讓我們 這個中油會更有信心去那個地方加強探勘 好對不對 這個要有那個氣派 政務官叫大臣 走路都要有風的嘛對不對 你回答我講話這麼保守 如果今天我是災難地 我當然就修理你了 今天為國家做一件對的事 做一件好的事 你回答了這樣子 不通不仰了 我很難過耶 可不可以再修改一下 跟委員報告了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像這個南海 我們都知道它富有資源 所以對於 我們可以掌握的這個範圍之內 它所蘊含的這些資源 我們應該盡最大的能量去 加以了解 我想這是 將來如果要開發的話 也是一個前提嘛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工作 我們會持續去做好不好 我現在就要在這裡 要批評一下民進黨 民進黨前國安會的副秘書長張旭成 他在去年的9月13號對美國之音講 民進黨執政了以後 重新執政之後會考慮放棄 目前對幾乎整個南中國海聲稱 所擁有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他講到說 國民黨政府在1947年 在二四戰後所提出的9條線或11條線的立場 跟今天台灣的政府沒有關係 如果民進黨執政 我相信我們願意重新考慮 然後 這個前國防部的副部長 這個柯成亨 他說 民進黨正在思考是否放棄台灣 當局以現有U型線為界線 對南中國海主權的主張 這個愛台灣的政黨 重要的政治人物說這個話 是讓人家失望 而且憤怒的 只有打敗仗的國家 才會割土 割 割 割掉土地 作為賠償 沒有沒有打仗的國家 需要自己拋棄自己擁有的領土 不管它在多遠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U型線 署長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U型線會衝突到我們目前所擁有哪些地方 跟委員報告 陳如委員剛剛所指示的 現在不管是中共 不管是越南 除了剛剛委員所提到的幾個膠盤 他們在整建公式以外 中共最近 包括這個赤瓜膠在內 我們從每年的這個衛星空照圖 都可以看到他們填海造地 那個規模之大 所以比較起來 如果當年我們政府所公佈的這個九條線 到目前為止 我們如果沒有堅守的話 在整個南海的局勢 那太平島就沒有了對不對 是 所以如果按照民進黨 這兩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說法 太平島就沒有了 那我們花這麼多錢在上面 經營了這麼久 那現在把它放棄掉 沒有打敗這樣的政府 沒有打敗這樣的軍隊 沒有打敗這樣的國家 白白的把自己經營多年的 這樣的國土把它放棄 這個政黨可以讓台灣人相信嗎 這可以讓人家相信 這是個愛台灣的政黨嗎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 正要譴責民進黨 好 好